甄嬛生日宴竟惨遭排挤 来参加的娘娘全都穿错了衣服 只有一休式例外 四大爷为了给桓桓庆生 特地在牡丹台举办了生日会 后宫一众嫔妃以及王业夫妻们都来参加了 但一眼望去瞬间下头 这些个娘娘们都穿错衣服了 皇丧大张旗鼓办的宴会 嫔妃们就算再看不惯甄嬛 也得穿得隆重些 可在场的只有甄嬛眉妆齐妃和静妃穿了旗服 其余的嫔妃都穿得平常衣裳 这是不符合规矩的 在清朝根据场合不同 嫔妃们的穿着也有区分 主要分为三种 朝服、吉服和常服 这朝服是嫔妃以上的娘娘才能穿 像贵人常在答应这种等级不够的 在典礼场合只能穿吉服 而在集庆节日和清和宴席里 嫔妃们要穿吉服就比如 重庆皇太后八旬万寿图里 就描绘了乾隆给母亲祝寿的场面 在场嫔妃和命妇们 都穿着朝服或吉服坐在两侧 因此甄嬛生日宴这场戏礼 娘娘们要穿吉服来参加 而在场的嫔妃们 只有三位给了甄嬛脸面 像华妃一派都是穿长服来的 也表明了是跟甄嬛不对付 而穿对衣服的嫔妃们却梳错了头 雍正年间电子头还不是很流行 虽说它是盘发包头的衍生品 但在当时宫里提倡节俭 电子头造价不菲 直到乾隆年间才逐渐的兴起 因此这时候穿吉服的嫔妃要梳包头或是盘发 而并非剧中的样式 包头在延洗功率里出现过 就是太后头上那种 不只是嫔妃们 连穿了吉服的命妇也戴错了 这大拉赤是在清朝晚期 慈禧年间出现的 在雍正年间根本见不到 另外戴电子是不输燕尾的 而且其女输燕尾是在光绪晚期 连隔壁如一转也错了哟 但是皇后与众不同些 还得是一袖款塑料袋会装 她特地穿了朝服带了朝冠来 给甄嬛的面子不是一般的大雅 一秀作为皇后 在这么恰当的时机里 穿着这么合适的衣裳 一来是能显示自己的皇后地位 二来是让四大爷看到自己的端装贤淑 比起乱穿衣服的华妃 一秀这么一穿 四大爷心里一比较 到底是皇后何规矩些 而且甄嬛眼下是四大爷新娇娇上的人 跟她过不去不就是打四大爷的脸吗 一秀还是拎得清的 她还指着甄嬛和华妃斗呢 自然要拉拢一波人心了 什么 原来饰演景色公主的关雪莹 最开始响演的是魏燕婉 林云彻艳妇真不浅 她前女友魏燕婉这个角色 可是有不少演员试过 像张俊宁 关雪莹都曾试过这个角色的戏 编剧和导演相看了两千多个演员 才定了最终的人选 虽说关雪莹 没能演成宠妃 演个公主也不赖 她从长相到气质再到感觉 顾伦和亲公主可以说是本色出演 要是真选她演魏燕婉 可能还真没有那种脚柔躁素的感觉呢 能带精致双边流苏的 绝对不是普通人 只有正式才能用 而且流苏长短也是有要求的 像景色这种过肩金色的长流苏 切实更是想都不要想了 高夕月娘家得了台旗之容 自己又坐上了贵妃之位 但也只能带短款普通的流苏 和景色这款纯金打造的没法比 就更别说魏燕婉 这个没什么根基的女人了 另外公主有厚重的嫁妆 还拥有自主产权 而且新少公主大多会和亲 蒙古公亲贵族 这就要由驸马养着了 什么金银首饰甜产铺面 可以说是过着富得流油的日子 像什么阿格贝勒的平日里要上班 而公主可以天天在家里待着 不用工作还有俸禄 和景公主又是张龙非常喜爱的一个女儿 光护身符就赐了5240个 就冲这个举动 还看不出皇丧对女儿的爱吗 张龙更是早早就在蒙古王公贵族里 选好了驸马的人选 更是将未来的女婿接到宫里养着 跟着皇子们一起读书受教育 别人和亲是远嫁 和景公主可不是 人家是有专门的公主府就住在京城 她的婚礼更是圣诞非凡 接连持续了10天 驾装得有800多辆车装载 据说里面价值连城的宝贝有36万多件 有个皇上当老爸 就是豪气 和景公主府 是清朝唯一一座固轮公主府 房屋239间 造价更是达到了3万多辆的白银 不仅如此 景色的生活还算惊异 不上班还有一千辆每年的凤龙可拿 诸如此类 能看出扎龙对这个女儿的喜爱 不愧是白月光的女儿 扎龙主打一个丑匿 未夜晚都没这待遇 谁能不眼馋呢 《振嬛传》里 复查贵人的神秘发型到底是个啥 前几期视频里 我们出过华妃为啥不戴电子头 有不少小伙伴反映说 复查贵人也戴过电子头 今儿嘎 咱就来探究一波 复查贵人这款到底是不是电子头 清朝嫔妃们穿什么衣服 梳什么发型 连头上戴多少首饰 都是有规定的 复查贵人是满军期出身 到了清朝更是先后出了六位皇后贵妃 光潜龙自己就娶过三个复查室的女子 也就难怪别人一进宫 只能当个常在答应的 她能封为贵人的原因了 她经常说的这个起头 酷似垫子头 但细看就会发现区别 头发里垫了家笛 梳成一个巨大的发包 外面戴的是烧兰欠红马脑头罐 而且这是个老物甲 整体是在一起的并不是拼凑 看样是很像一个小凤冠 和华妃娘娘华丽的点摧凤冠起头不同 复查贵人这个凤凰个头较小 之所以说 她这个是凤凰不是敌鸟 从这发式的样貌上就能看出来 虽说敌鸟是古典首饰里凤凰的运用提升 但两种的区别也很大 凤凰头顶有罐 脖子上有火焰状鳞羽 而敌鸟就只有头顶一根鳞羽 复查贵人这款就是一款小凤冠 不是电子头 她能戴也是因为家事摆在那儿的 但她家事再显赫也不能戴电子头 要知道这电子头是瓶位 即以上嫔妃才能戴的 像剧中除了皇后以秀外 共用五位戴过 短妃 靖妃 甄嬛 曹琴末和辛巴吉 前三位不用说了 曹琴末是在成为香嫔后才戴上的 辛巴吉是在成为心太嫔后才戴的 而且想要戴着电子头 嫔妃们自己的头发就不能再梳 垂发变了而是盘起来 电子是用铁丝缠沙线做的骨架 前高后低 上穷下广的样子 上面可以根据嫔妃自己的喜好 更换配时电花 根据小主们的不同等级 戴的配饰数量和材质也不一样哦 像以秀就喜欢用黄金珍珠一类的 二珍环大矮绝花 如意则多用点粹 根据装饰的电花数量和样式 又分为满电半电和凤电三种 在不同的场合搭配也是有变化的 供你大大小小的 全都有规矩约束 可不能乱带哦 列罪图鉴二 原版人马强势回归 能否再续前作爆款热度 各位北疆群众请注意了 沈亿杜成将再次联手合作 共破北疆大案 这官方在6月20日刚宣布了 列罪图鉴二回归的消息 就已经在微博上 斩获了31个词条热搜 在其他平台上也拥有16个词条 则火爆程度还未开播 就已经把众人的期待值给拉满了 幸好这第二部没有画蛇添足的 多出了一个女主 要不然就不是被夸商热搜了 这剧组还是很听劝的 先浅浅的期待一波吧 在官方发布的概念海报当中 沈亿和杜成分立在画布两侧 沈亿手中还拿着画笔和调色盘 仿佛是刚刚才完成画作 一脸的面色凝重 也不知是否画出了神秘人的样貌 而杜成单手倚靠在画作之上 满脸都写着势在必得 恐怕这画作上的人终究会落入法网 而海报的中心还是以画作为主 整体只有红绿蓝这三种色彩 单看红色是一个外国男人形象 单看绿色又像是个长发女人的形象 更让人纠结沈亿究竟能不能揭开神秘人的面线 我推测沈亿不过是利用这三原色 组合成自己想要的色彩 顺利的把心中的样貌在纸上描绘出来 更让我们值得关注的是 被主体画作遮掩了一部分的两幅画 一个是雅克路易大卫的马拉之死 另一个是拉斐尔圣奇奥 红衣主教的肖像画 我们都知道 马拉之死和裂罪图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第二步吧 可能会围绕着这红衣主教的肖像画展开描写 第二步将继续沿用模拟画像师的独特视角 带领我们一统探案 通过审议底下的画作 为我们揭示案件动机和人性复杂 又通过渡成的视角 为我们推理出了案件的证据线索和逻辑等等 这次的创作过程对编剧团队来说十分新颖 没有能直接参考的作品 只能一步步的实地考察 搜罗了大量的模拟画像资料 又结合了真实案例 才成就了如今的劣罪图件 只可惜演员阵容保住了 可原班人马因理念不合离开了剧组 不知道这第二步是否还拥有前作的热度呢 不过我相信任哪个编剧来了 都不会辜负前作的心血 《烈罪图件2》还是一部高品质 高水准的悬疑作品 我相信这次的不要证据 我们的行识